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小朋友 我是Gracy姐姐 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 今天的故事很可爱 是跟糖果有关系 请问你们平常有喜欢吃糖果吗 应该很喜欢吧 糖果甜甜的超级好吃 但是吃糖果吃太多的话 你的嘴巴可能会被蛀牙虫虫蛀光光哦 所以记得糖果不可以吃太多 吃完的话要赶快去刷刷牙跟束束口哦 好了 今天的糖果可是很神奇的糖果 你准备好了吗 那故事书要开门咯 噔噔 今天的故事叫做魔法糖果 听说这个糖果是有魔法的哦 不知道这个糖果有什么神奇的魔法 我们赶快来看看吧 噢 今天的小主角啊 是东东 嗨 小朋友 你们好 我的名字叫做东东 我跟你们不一样 我没有朋友 所以我都一个人玩 一个人玩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的 一个人也是可以玩得很开心啊 其他人都不跟我玩 那我就一个人玩吧 一个人要玩什么呢 啊,有了 我最近很喜欢玩一个玩具 哪个就是弹珠 我觉得玩弹珠超好玩的 但是我现在只有一点点 我想我可能会需要新的弹珠 啊,我去杂货店看看 有没有卖新的弹珠好了 老板 老板 我想要买弹珠 请问你有卖弹珠吗 小弟弟啊 不好意思呢 爷爷这里没有卖弹珠 但是我有卖一个根弹珠 长得很像的东西 我有卖这个圆圆的糖果 你看这个很多颜色 一颗一颗圆圆的 是不是长得很像弹珠啊 哇,天哪 太美了 这个真的是糖果吗 看起来好漂亮哦 爷爷,谢谢你 那我待会就把这个糖果带回家 好好,慢慢走 小心点啊 哇,这个是糖果 这个糖果看起来也太漂亮了吧 你看,有超多颜色的 橘色,绿色,粉红色,白色,黄色 还有透明的耶 天哪,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 嗯,我先吃一颗好了 我先吃这个橘橘的糖果 诶,等等 这个糖果怎么涂外 跟什么东西很像啊 什么东西呢 啊,算了,算了,算了 先把它吃到肚子里最重要 哼 天哪 好凉哦 这个薄荷味太强烈了吧 简直凉了我的耳朵了 董董,董董啊 这里 这里 董董,过来 这里啦 这里 诶 等等 你有听到吗 我好像听到了一个 董董,这里 就是这个声音 哪里啊 声音好像是从 克兵传过来的 怎么有一点点可怕的感觉 不行不行 我要鼓起勇气 去客厅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哎哟哎哟 东东你快点过来啊 赶快把这个夹在我这边的这个遥控器拿走 痛死我了 我的腰很痛 这里这里快点 小朋友 你有听到吗 沙发 我们家的沙发 说话了 他刚刚说遥控器卡在椅缝里面 他痛死了 啊沙发 我这就帮你把遥控器拿出来 难怪 从上礼拜 我们家的遥控器就不见了 我的爸爸还因此骂我骂了好久呢 哦 终于拿出来了 哦我的腰好多好多了 哎哎哎哟哎哟 东东我告诉你啊 叫你爸爸 不要每次都在我这里放屁啦 哦很臭呢 这样子我会受不了啦 好啦以后坐这边不准放屁哦 拜托啦拜托 哦哦好我会帮你转到我的爸爸的 天啊这个糖果太神奇了吧 我竟然听到沙发说话 哎沙发我们来聊天吧 不要啦我要休息了你赶快走吧 哎怎么没有声音了 他说他要休息了 我知道了 因为糖果吃完了 所以我也听不到沙发说话 天啊这到底是什么神奇的糖果 竟然可以听到沙发在说话 那我赶快来试试看下一个口味 哦这个很可爱哦 白白的还有咖啡色的点点 嗯它怎么长得好像我们家的什么东西 啊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 我先赶快吃料最重要 嗯 嗯 真好吃 东东东东东啊 哎天啊该不会该不会是狗狗吧 狗狗是我东东 我就知道 竟然我们家的狗狗也会说话了 哦东东 我觉得你以前就误会了我一件事啊 误会什么事啊 我其实不讨厌你的 不对啊不讨厌我 为什么一直想要逃跑 哎你看又打哈欠了 我知道我知道 你觉得我很烦对吧 哦不是啦 我只是一紧张的时候 就会想打哈欠 是是这样哦 哦那你说说看为什么想要逃跑呢 哦因为我年纪已经很大了 我只想一直躺着 哦是是这样哦 哦抱歉我总是一直拉着你的绳子 要你跟我一起出去玩 哦对了东东你你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个项圈拿下来啊 拿下来当然没问题啊 哇真的太特别了 虽然我跟我的狗狗已经一起生活了八年了 但是我可是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跟他聊天耶 我们一整个下午都一起唱歌 一起跳舞真的太快乐了 东东啊爸爸回来了 哎你功课写了没有玩具收好了吗 哎呀怎么瘦了乱七八糟的 有没有带小单出去散播 有没有清理他的大便啊 有没有出去带直到所有带啊 哎呀我跟你讲啊 要趕快洗手 像外面病毒很多啊 我跟他讲 阿提 哎呀算了算了 我跟你说了我先去做家事了 我的爸爸每天一回家就一直念念念念念念 哦真的超烦的 我偏偏不要乖乖听话 我要先吃一下糖果再去刷牙睡觉 嗯这颗糖果怎么看起来有一点丑丑的 哈哈哈没关系没关系 反正是糖果的话应该也会很好吃 不知道这颗的口味是什么 哎东东啊爸爸是真的很爱你啊 东东每次爸爸叮咛你真的都是因为爱你 爸爸真的很爱你 我希望你懂 很爱我 这个不是爸爸的声音吗 哎东东 爸爸爱你所以希望你更好啊 爸爸真的很爱你啊东东 啊真的真的是我的爸爸哎 这个好像是我爸爸传过来的内心话 哦原来爸爸平常一直念我 是对我好 爸爸我我也很爱你 哎呀怎么还不去睡觉啊 突然跑出来干嘛 来点真是的去睡觉去睡觉 好啦我赶快去睡觉 爸爸晚安 晚安晚安 天呐竟然听到爸爸心里的话好开心哦 诶我的糖果好像只剩下最后几颗 这个是粉红色的耶 哇超漂亮的 但是我身边明明明就没有什么跟粉红色有关的啊 不知道吃完这个糖果我会听到谁的声音 哇软软的耶里面是口香糖 可以吹泡泡耶我吃了一个很大的泡泡 哦糟糕泡泡飞走了 呃你看小朋友我的泡泡又自己飘回来了耶 泡泡破掉了在我的耳边破掉 诶等等有声音 哎东东啊你最近过得好不好啊 是我的奶奶 诶对对对东东是我啊是我哦 我告诉你啊奶奶在我的世界里面过得非常非常开心啊 我遇见了很多我以前女校的好朋友啊 每天都一起开心的玩啊对了东东你也要跟你的朋友一起尽情的玩耍跟奶奶一样哦 哦好奶奶呃拜拜 拜拜 这个是可以听到奶奶声音的泡泡糖耶 我以后想奶奶的话呃就要用这个泡泡糖来跟我的奶奶聊天 哦这个泡泡糖可珍贵的我要把它黏在桌子底下 嘿嘿嘿不要跟我的爸爸说哦 这颗糖果橘色黄色还有一点点红色哇好多颜色超漂亮的 不知道吃了这颗糖果会听到什么声音 哈 再见 再见哦 再见 再见咯 再见咯 哎 再见 声音 是从外面传来的 到底是什么啊 再见 我是枫叶啊东东 我们要说再见了 再见东东 再见 再见啦东东 拜拜 哦是漂亮的枫叶 你看枫叶 红色橘色还有一点点红色 啊枫叶们再见咯 我们明年再见咯 哇这个枫叶超漂亮的 奇怪前面那个站着的不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吗 他怎么也一个人呢 我要去跟他讲话吗 哦 算了算了 先不要跟他讲话好了 要是他拒绝跟我一起玩 我会很伤心 我自己跟我的糖果玩好了 哼 剩下最后一颗 哇 他跟前面几颗不一样耶 他是透明的 一点点颜色都没有 不知道吃起来是什么口味 嗯 嗯 嗯 咦 咦 怎么 没有味道啊 不管 我怎么咬 怎么舔 都没有声音耶 奇怪 怎么会这样呢 不然 这一次 换我发出声音好了 请问 同学 你可以跟我一起玩吗 今天的故事就等到这里结束咯 小朋友们 如果你有魔法糖果的话 你希望听到什么跟你讲话呢 是你的玩具车车 还是你的公主玩偶 或者是你家养的小猫小狗呢 希望我们都有魔法糖果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嗨小朋友 你们听完魔法糖果故事了吗 听完故事之后 又到了我们当小厨师的时间咯 只不过我今天邀请了一个特别嘉宾 一起来教我们做今天的小厨师 让我们来欢迎糖糖 耶 哈啰 各位小姐姐大家好 我今天要来 威喜姐姐我要带大家来做的是 水果冰球 刚才的魔法糖果里面 是不是有一颗一颗的糖果 今天小朋友吃太多糖果太好 所以呢 我们来做冰球夏天到天气很热 我们可以把冰球 加在你的牛排里 yogurti 或是水里面 冰冰凉凉凉的很好喝 然后水果冰球你也可爱咯 好 今天呢 威喜姐姐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要用的水果 我有准备的是芒果 夏天的水果 还有这个葡萄 这个葡萄 这个葡萄是五子的 而且它皮也可以一起吃哦 还有一些奇异果 这个红红汁是火龙果 等一下呢 这些水果 我们都会分别把它打成果汁 然后我有准备这些小小切丁的 等一下我们可以放在我们水果冰球 今天呢 我准备的是圆圆的这个 变成冰块的小盒子 好 威喜姐姐我们先来先把这些丁丁的水果 放在这个盒子里面 把它放平均咯 好 那我们盖好之后呢 我们先把它盖起来 等一下呢 我们会来加果汁到这个里面 我们要开始一样按到按 好 现在呢 我们要来到葡萄汁 一定要我们要过山 因为葡萄有一点点它的皮 嗯 所以我们要过这个 先咯 好 慢慢倒 好 葡萄汁已经过滤好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丁拐 然后把它盖在我们的这个葡萄汁 先贴果汁上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过来这边看 这个果汁 我们先对了 对好这个洞洞 好 因为它很小 然后呢 就像打针一样这样 咻 你看它变小了耶 哇 这样打针喔 好 接下来我们来加的是 奇异果汁 桂姊姊还记得那两个是奇异果吗 嗯 这两个 很好 记忆非常好 一样哦 我们挤一些我们的奇异果汁 进来之后 奇异果有一点点 很浓稠 很浓稠 这样被人冲动 啾啾 加油 加油 耶 可以耶 好 接下来 Winny姐姐我们芒果是哪两个 一二三四四四个 好 那我们现在加入我们的芒果汁 一样 让它针一样 挂进去 好 现在Winny姐姐我们把我们打好的果然果汁 加进去吗 好啦 那我们这些冰球要准备放到冰箱里面 要放到冷冻库哦 等一下呢 希望可以吃到好吃的小冰球 好咯 好了 我们的冰球已经完成咯 你看 是不是很漂亮呢 你可以把它加在水里面 会很好喝哦 好 这些冰球 不过来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大家